面包师傅出身的宝哥 凭借着自身对面团的熟悉度 打造出了这间恒温手卷室 师傅们在恒温恒室的空间里 手法俐落的制作面团 搓马花卷 揉出了一个个品质稳定的手作温度 一个面团在花销的时间 一定我们的员工 一包面团做起来 差不多一个小时 里面一定要完成 不然你超过时间 它发酵的程度会越来越明显 发酵过头还是发酵不过 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 来到中央厨房 干净明亮的空间里 闻不到逆人的油耗味 反而有种清爽的洁净感 对食品卫生安全 有着高标准的宝哥 不惜成本 使用品质优良 耐高温的油品 并且坚持每日更换新鲜用油 就是要让消费者 值得安心又无负担 而这样的坚持 也荣获了食品卫生 优良商店的肯定 就是我教朋友做 朋友有问过我说 我们马鲜可不可以用烘焙的 就用烤的 不要用炸的 我连弦一下 没炸过又没有油香味 然后我就先炸过 定型之后再来一份 口感比较不会那么有力 油炸的时间比较短 油耗味就比较少 有别于传统使用高温油炸的制作方式 独家研发将面团油炸定型后 撒上各种口味的调料 最后再以烤箱烘焙后 令人垂涎欲滴的马花卷 才得以美味出炉 烘烤过的马花卷 口感酥脆 少了油耗味 多了份香酥酸脆的好滋味 而最新推出的米麻花系列 采用低温烘焙 无油炸制成 更是清爽无负担的轻食首选 我的食材尽量都是用天然的 如果有化学混合混合的 我就不是不做了 有的食材是浅的 有的食材是出辣的 我就在研发这样